如你们所见啊 由于上期节目那是轻松点赞过前 那么按照约定的话 我们就把本期内容交给迪迦来决定好了 当当当当 迪迦今天所选择的 看来就是赛文的小伙伴阿基拉呀 我们还是一起来看看他的故事吧 胶囊怪兽阿基拉 身高45米 体重12000吨 诞生日期 1968年5月12日 阿基拉是一种长得像三角龙一样的生物 身上覆盖着厚重且带着纹路的皮肤 不过跟三角龙那种四角着地的行动方式不同啊 有着较高灵活程度的阿基拉在战斗的时候 这是以直立行走的方式为主 因此他的前肢也就有了如同人类一般 方便抓握的五指构造 而他那条粗大的尾巴 也就成为了他最常使用的攻击手段 能够以此施展出横扫技能强力危机 同时阿基拉的脑袋上的独角 也是一种强大的输出手段 拥有着名为破坏矫径这一必杀技能 嗯说白了 这其实就是一种蓄力之后 朝敌人撞过去的莽撞招式而已啊 好的 简单介绍完了阿基拉的能力设定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历代阿基拉在剧情当中的实际表现嘛 第一代的阿基拉登场于赛文奥特曼的第32画当中 这一代的故事发生在那神秘的机械岛屿之上 伴随着V2将搭载着利家的神秘小岛给当成了陨石之后 为了避免陨石给地球造成破坏 奥特警备队的三位成员便是赶到了现场进行调查 只不过令他们有些意外的是 这颗所谓的陨石竟然是一座有着动力源的岛屿啊 因此在猝不及防之下 包括团在内的三人都是被牵引进了岛屿当中 唉 欺言是演的也未免太累了吧 可不敢胡说啊 也正是在岛屿静止朝着军事基地飞过去的过程当中 想要进行阻拦的团却是遭遇到了机械怪兽利家 只不过就在他准备变身成为赛文之时 由于岛屿上有着强烈电磁波影响的缘故 因此他的奥特眼镜根本就是毫无反应嘛 嗯 那也就是说这玩意儿其实是个精密的电子仪器吗 一比一玩 而为了与利家战斗从而是给自己引爆岛屿争取时间 欺言当即便是从胶囊当中放出了看上去就是个憨憨的阿基拉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啊 此时团所使用的胶囊颜色呢 那可是黄色的哦 不过这众所周知嘛 阿基拉的实战能力那可谓还是有着长足的进步空间的 因此即便这是他的第一次出场 而且面对的对手也就是个不算太强的利家 但那场面就仿佛是一场动物世界里面的大棍战一般呀 毫无章法 满满的都是野心的气息啊 甚至在被利家的尾巴给缠住了之后 要不是那被爆炸的余波给震晕的七爷是及时的苏醒了过来 要不然的话 这阿基拉可就差点被对方给打死了呀 第二代的阿基拉登场于赛文奥特曼的第46话当中 这一代的阿基拉呢 其实在小卡我之前分享的节目当中就已经有过登场了 在那期分享机械赛文的节目当中 眼镜不在身边的赛文在看到正在破坏的冒牌货时 当即便是掏出了怪兽胶囊 从而是放出了阿基拉 请注意啊 此时的胶囊颜色却是变成了红色的 只不过或许是上次被打懵了吧 这个家伙竟然是打着打着 就做起了掩耳盗铃的事情 自顾自的就在那里欣赏起了风景哦 于是乎 这已经看不下去的讨案当即便是找回了自己的眼镜 进而这才是自己上场去机械赛文展开单挑咯 第三代的阿基拉登场于奥特赛文格斗当中 作为远古当年的黑历史之一呢 这一代的阿基拉那也是属于他的黑历史了 表现的差啊 那显然是一定的了 在与托把成金一样的屋展开战斗时 两个人那可谓是在泥巴地里面玩得是非常的开心啊 只不过这一代的屋那可谓是强的惊人啊 因此在将阿基拉给一通殴打之后 实力不济的他呢 也就只能够是夹着尾巴逃走流 第四代的阿基拉登场于剧场版超银河传说当中 这一代的阿基拉呢 可能是历代版本当中战绩最好看的一代了 毕竟他可是终于战胜了一次对手啊 当被老黑独闯光之国 并且取走了等离子火花之后 不过作为最早登场的两位战士 面对呼啸而来的冷气时 初代和赛文竟然是利用护盾幸免于难了 不过抵御寒冷倒也是将他们的能量给消耗的是七七八八了 所以即便是维持在人类形态 那也是十分的吃力 也正一如此呢 目睹小梦和雷被几个小怪给偷袭之时 过来帮忙的七爷在无法变身的情况下 立马就是丢出了自己手中的三枚怪兽胶囊 而阿基拉也就这么从一枚银色的胶囊当中飞了出去 并且他所遭遇到的对手居然还是多拉考啊 不过或许是这么多年当中经历过了训练吧 面对多拉考的阿基拉竟然是一点也不怂 直接就是宛如学渣逆袭一般的压住住了对面的这位 并且在接连的施展出了众多的招式之后 成功的就将这一代的多拉考给打成了渣渣呀 第五代的阿基拉登场于漫画作品《奥特曼 Story 0》当中 这一代的阿基拉其实算是交代了阿基拉的诞生方式来着 当高莱安奥特曼他们意外的闯进了纳克尔新人 用来研发布莱克王的怪兽牧场之后 也就在保护莉莉帕克的巢穴与布莱克王展开战斗的过程当中 这身形魁梧的阿基拉便是出面于只展开了战斗 虽然在一开始的时候阿基拉跟布莱克王那是打得不相上下的 但是伴随着战斗的进行呢 这融合了多方怪兽精髓的布莱克王却是一拳打断了阿基拉的脚 值得一提的是呢 这一代阿基拉的脚的数量却是有力养值的呀 也正是在看到阿基拉的战斗力如此的强悍之时 纳克尔新人便是将他给抓了回去继续进行他的实验活动 不过也就在战斗全面爆发的过程当中 伤痕累累的阿基拉终于还是挣脱了束缚 与那些造型千奇百怪的实验型布莱克王展开了交战 直到一切落幕之时 也就只剩下一口气的阿基拉 便是将自己的弹交给了高莱安奥特曼 直到星际联盟被击溃之后 退出了战斗序列的高莱安奥特曼呢 这才是将阿基拉的弹交给了赛文 而这也就是赛文手中阿基拉的由来呀 嗯 你跟你老妈想比较的话可就弱太多了呀 第六代的阿基拉登场于怪兽娘当中 很明显了 这一代的阿基拉们从外表上来看的话 就是非常的另类了 身为杰顿的好朋友 阿基拉也是极少数可以让他露出笑容的存在 嗯 当然了 也正是在杰顿的启发之下 阿基拉这才是第一次完成了怪兽化的变身 话说七爷为啥会有这么好的福气呢 好的 以上就是小卡我所知晓的 历代阿基拉的全部分享内容哦 其实吧 在一些冷的木偶剧 以及动画作品当中 还有他的登场记录来着 但是那些素材却是很难搞到咯 因此大家加油去发掘一下吧 老规矩啊 本期点赞数量够多的话 那下期还是迪迦来决定是哪个登场角色 快点来支持小卡吧